歡迎收看 《穩超聖劍》節目 由於這個元月份 這個節目時段 剛開始做出個變動 所以說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在晚上的節目裡面 沒有看到顏老師 顏老師目前維持的節目的話 就集中在晚上12點到12點半 那1點到1點半 還有每天早上的9點半 到所謂的10點 那包含所謂的非凡商業台 非凡這個新聞台的話 我相信這個所謂的訪談性的節目裡面 都看得到顏老師 如果說你真的 這麼想看到顏老師 想要知道一個大盤的方向的話 那你也可以上我們公司的網站 去做出一個搜尋的話 我相信在晚上7點鐘以後 這個最新的一個影片 就會開始做出一個上傳的動作 那我相信你大概從下午的節目 一直看到現在 那你會認為說 老師 這個大盤到底怎麼了 這個大盤為什麼大跌了223點 但是顏老師跟你講的不是結果 這個跌了223點 是你能不能夠早知道 這個所謂的大盤會跌 你要事先的去做出一個預防的動作 我相信大盤裡面有三部曲了 一個是上漲 一個叫下跌 一個叫盤整 上漲的時候手中要滿手滿手的股票 下跌的時候 你要先行的做出一個 所謂的高檔 八檔的動作 這是保護自己唯一的方法 那顏老師的開盤八法 今天我們節目 繼所謂的元月份開始以後 那今天第一天的首播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第一天 進我們的攝影棚 進行來一個所謂的預錄的動作 那顏老師今天願意開放前面10位 前面10位看到顏老師 今天新播的一個節目的話 先打電話進來 你可以拿到這本開盤八法 那包含今天的盤式 老師這邊要花一點時間 跟各位講解一下 這個盤式今天開出來的盤 它叫做3點D盤 這個3點D盤在我們講義裡面的第9頁 這個3點D盤是屬於空方終結盤 它是屬於重挫的 所以今天大跌多少 2還是3點 這個盤式你認真的去看一下 好 你認真的去看一下 你後面趕快拿回家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認真的研讀 你就知道這個大盤 這個趨勢到底為何 我們電腦螢幕裡面告訴顏老師 這大盤下跌的同時 能不能夠事先的 去做出預防的動作 我相信這個叫做11月6號 這天叫12月9號 包含12月29號到今天的 所謂的1月4號 這個都是所謂的剛剛開始要下跌 剛剛開始要下跌 最近又快要下跌 這三個關鍵性的轉折 如果說有一位專業老師 能夠帶你做出個低買高賣 我相信這個大盤持續的一個創低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甚至還要跟上閻老師的腳步 我們準備要在D檔區 準備要開始做出個佈局的動作 我們今天的節目開放給我們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包括顏老師的會員 我們在節目裡面來做出個驗證 心情請放輕鬆 因為我們目前為止 手中股票一級會員 可能最多只有一檔股票 可能最多只有一檔股票 而且手中的那檔股票 都是在所謂的低位接的 所以你不用怕 今天心情放輕鬆 告訴你們周遭的朋友們 顏老師操作的一個所謂的方法 我們先來看到11月6號 這天在什麼時候 來 我們看到電腦螢幕 來 這天在這個地方 大盤即將要大跌的前兆 我們先行做出個調節嘛 當然這個低買的股票 全數做出個初心 你所看到的兩檔普通股 普通會員的股票 兩檔VIP的 一檔清貸的 包含一檔 特惠的 這個全數都做到一個獲利了結 這是第一次我們的操作公開的 12月9號 來 在這個地方 大盤橫盤整理 整理到結束了 快下來了 快要大跌了嘛 那這天我們一樣 嚴控所謂的風險 持股三檔以內 獲利出場 準備低階 那近期而言的話 我相信你事實上演老師會員 麻煩你把簡訊拿出來 對 12月29號來 三檔股票 我們持股出清 換股操作 那最近的大跌 今天的大跌223點跟燕老師 跟我們的會員有沒有關係 我相信關聯性不大 為什麼 來 你要仔細看喔 你包含你是岩老師的會員喔 你打開你的簡訊喔 我們來核對一下喔 我們從12月31號這一天 封關前一天 我們做了一個動作 三檔股票 三檔股票先賣 因為股票要有買有賣嘛 好 那今天大盤在大跌之前 我們在今天一樣做了12345 五檔股票 包含封關以前的三檔股票 總共八檔股票 全數的我們做到一個有買有賣 好 賣掉之後把資金回收 我們準備要做下一個動作了 這個動作代表說我們不會受傷 這個動作代表說我們後面 把資金回收了以後 我們準備要去分配別人的財富嘛 因為你在高檔區你沒有賣掉 我相信你不管在低檔區 看到任何一檔最好的股票 你都沒有辦法去做出個進場佈局 因為你們手動股票可能全部套牢了 但是老師沒有喔 我們從12月31號封關前一天 包含今天的大跌223點 我們總共看到了八檔股票 八檔股票 稱為什麼一清專案 當然今天有買進股票了 哪一檔就不用再講了 那我們準備要分配別人的財富了 那開盤爸爸告訴我們 三點低盤就是今天 每五分鐘一盤 一盤比一盤低 它叫做三點低盤 三點低盤 這個代表後面還會再跌嘛 那再跌的同時 你把股票出清了 你的機會就來囉 你的機會就來囉 老師特別要跟你講喔 手中目前為止空手的 甚至股票檔數降到最低的 資金不會大的 你的機會來囉 因為你都有 按照顏老師的簡訊來操作 我們在今天總共賣出去的五檔 在封關前總共賣出了三檔 我相信 你可能是剛剛參加顏老師 你可能會覺得說老師 好奇怪喔 你最近怎麼都一直在賣股票 那如果說你是老會員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很習慣啦 因為每一次的轉折 老師動作都非常大 你只要看到這四個字 你就要注意囉 你就要注意囉 老師實行一清專案 那機會來了 那我們之前在12月底 跟大家預告的 來 這叫貴買指數的 老師說三尊頭 三尖頭 頭部成型啊 你要注意囉 那目前為止 頸線的位置快要跌破了 可能有反彈 你還是要站在賣方 你還是要站在賣方 升級類股之前低檔沒有買的 你是買在高檔區的 目前M投成型 雙投成型 甚至有反彈 再做一個所謂的右肩逃命 你都要注意囉 所謂的升級類股 包含所謂的貴買的股票 這兩個族群 我相信後面的跌幅 可能會更深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手中的股票一樣 我們拿出來跟各位驗證 我們在低檔買的 我們會在高檔賣 那資金湊懷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做出個布局的動作 那一樣我們誠實操作 來 看到這張股票叫代號 這個6158的合昌 小股本的來創破斷新高 拉回找買點 封關的時候一樣 再創破斷新高 包含今天大盤大跌的223點 這張股票來 再創破斷新高 那操作一檔股票你要記得 周線跟月線 這個叫破斷 周線跟月線 如果均線還是上揚的話 拉回的時候 你還是一樣找買點 今天大盤大跌了223點 那跟這檔股票有沒有關係 沒有 但是葉老師不希望你去追 老師不希望你去做這個追價的動作 那這檔股票 老師說股本也是小股本的 18.9億嘛 那這天創破斷新高 今天大跌跟它有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那今天我們就公開這檔股票 拉回找買點的 那拉回找買點到底是哪一檔股票 18.9億的 來看到這檔股票 它叫致意啦 好 致意 來 今天大盤大跌 跟它有沒有關係 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封關前漲7% 那開盤到收盤漲4% 兩天總共漲超過10% 老師一樣跟你講 老師不希望你去追喔 一樣拉回找買點 那後面到底還有哪一些股票 可以佈局的 那你要聽岩老師 先來跟你講的重點 找小股本的 找小股本的 甚至是網通的 網路通訊的 這個今年比較有機會發酵啦 那這次封關的最後一天 底部起漲第一根 底部起漲 差一檔漲停板 今天有拉回 拉回還是一樣找買點 那這檔股票你看到它 今年前三季公布營收 每股存益4.6元 跟去年四季相比的話4.7元 我相信這個相差性不大啦 等於說近年的前三季 公布的營收快要超過去年四季 所以說這種股票有拉回 你不用怕 你要去做出一個正確的動作 因為這檔股票目前為止 正在做到一個底部起漲 有拉回受大盤的影響 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買點 那我相信投資朋友們 今天都嚇了一跳 認為這個新春開紅盤 一定會大漲 所以滿心期待 那老是從影響員那邊 聽到一個消息 今天所有的投資人都嚇傻了 因為大板大跌 沒有一個投資人逃得了的 可能除了閻老師的會員以外 我們今天總共賣出去五檔股票 在12月31號我們帶領會員 賣出去三檔 三檔加五檔 總共兩天調節了八檔股票 那當然今天有逢低買回一檔股票 那我相信這個操作的經驗值 就能夠幫助我的會員 那後面的大盤請留意 這個大盤 沒有修正結束你不用買 修正結束以後麻煩 跟上影響社的腳步 那可能你們目前為止 手動的股票是套牢的 該怎麼辦 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如果你手動的股票 是呈現多方排列的 你就吃股去吧 它只是一個小拉回 那如果說你手動的股票 已經呈現所謂的空方排列 比如說像2317的鴻海 股價持續的創低喔 2354的鴻准 反彈無力喔 老師舉個例子喔 那你就要注意囉 你要注意喔 那今天打電話進來的請記得 顏老師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好 那操作的策略 一樣提醒各位 太多留強 目前為止還沒有跌完 你要先做到太多留強 此股集中 一樣可以做到一個反敗為勝 那今天股票有問題的喔 那老師請你一定要撥一通電話進來 你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留下你手中所有的股票 明天一開盤的同時 顏老師會在開盤以前 親自的回電話給你 希望顏老師的一通電話 能夠幫助各位 能夠解決各位的一個困境 後面的一個大盤的一個走勢 都在我們掌握當中 但是要先行的做到一個持股診斷 好好檢視一下手中 目前為止的股票的問題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老師都很願意幫各位 做到一個反敗為勝 但是今天麻煩你 一定要撥通電話進來 因為顏老師想幫助你 等一下廣告期間的話 可以開始撥打電話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旅行的鞋截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鸡水一粗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盡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特固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特固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 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试能检测 体试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是有体试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银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喔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帐号 那目前为止 严老师的节目在元月份 有开始做出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变动了 那我希望旧朋友 新朋友的话都能够自己做出一个所谓传达讯息 那其实我们公司的网站 那在晚上7点钟以后的话 我们就举行一个所谓上载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比较早税的一个投资本 你都可以去搜寻我们公司的网站 那都可以看到我们节目里面 各种各位老师的一个所谓的解盘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为止 节目变动的一个状况 那稳超胜券目前为止 从元月份开始的话 运通财经台的部分 早上的节目时段 集中在早上9点半到10点 每一天的话晚上的节目时段 是在晚上12点到12点半 那包含1点到1点半的一个重播的时间 再讲一次 每天晚上的12点到12点半 包含1点到1点半的一个重播 那非凡商业台包含89台 这个古海洋帆 跟所谓的股市周报的一个节目 那礼拜天的话在1月10号 大概从下午4点晚上8点 一次到12点 三个节目时段的一个重播 那89台的部分的话 每天在9点半到9点45分 有举行一个连线 那包含所谓的非凡新闻台 58台的部分 在每天收盘的时候 会为各位做到一个 这个盘式的一个解析 我相信这节目还是非常多 但是你要看到 颜老师做带众的节目的话 你可能就要 这个晚上12点到12点半 1点到1点30分 不然的话就要上公司的网站 去做出个搜寻的动作 我相信颜老师今天在这个台面上面 老师今天觉得特别骄傲 觉得特别特别骄傲 因为老师做到 我们做到一清专案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会员 在大盘大跌的时候 他是彷徨无助的 他是手中爆满了很多套牢的股票 老师做到了 我想尽量的去帮助我的会员 在所谓的大盘大跌之前 我们顺势的去把我们手中的股票 把它调节掉 那等到这个大盘回稳之后 自然我们会做到一个逢低布局嘛 这个所谓的操作的节奏 非常清楚的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在大跌之前 你没有像颜老师一样 去做出一个卖出的动作 包含12月31号 包含今天1月4号 你没有去做出一个卖出的动作 我相信你还在等解套 所以说颜老师在节目里面 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就告诉你 每天在节目里面跟你讲 你的股票就只能做三档 你的股票就只能做三档 都有认证嘛 代进代出颜色停利停损 为什么只能做三档 保护你 老师在保护你 帮大家避开风险 实际的绩效 不虚伪不造假 诚信为本 选股注重基本面 技术面 从马面 挑选一些极优的好股票 我们来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个就是我们操作上面的一个理念 我们挑选股票一定是找一些 极优的好股票 来 像这一档叫网通的 我相信的话 目前为止底部起涨的股票拉回 你真的可以注意喔 你不是说拉回老师没有提醒你 涨上去了以后 你又说老师没有跟我讲 他的股本只有3.1亿啦 这个业绩成长性我相信 这个单月的营收的报表你都看得到 你都看得到 受大盘的影响 今年可能有小幅的一个拉回 但是你都是可以上车 因为它叫做底部起涨 好 底部起涨的股票 当大盘盘是反转的时候 这种股票容易事先去做出个反应 操作上面一定要有节奏 代号这个6462 来 这种股票要神盾 我相信看图说故事每个人都很厉害 他买在这边 然后今天跌了以后他又卖掉了 他绝对不会讲说 他之前是买在这个位置区 这边涨上来还没有解套 可能在这边停损掉了 这个操作一定要诚实啦 跌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买嘛 这个地方跌了16.5元啊 超过10%啊 比这根跌听板还要多啊 老师不会带你去做这种动作 这种叫做赌博式的操作啦 你不可能赚得到钱了啦 老师是跟你讲说底部落转强嘛 这两根K棒来 你看一下喔 一根十字线 一根小黑K棒来 电脑荧幕这边 一根十字线 一根小黑K棒 这个长红做推升 来 跟我们字卡里面的一不一样 一样喔 好一样喔 老师把这三根K线喔 三根K线是谁发明的 日本人发明的 他只要你利用三根K线 你就可以判别 这个讯号叫落转强 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落转强的讯号 落转强的讯号就是要买啦 就是要买啦 一天上涨嘛 这天大盘就跌喔 跌64点喔 隔天大盘也在跌喔 那这样股票持续上涨喔 红三冰喔 老师 什么叫红三冰 来 看到电脑萤幕喔 来 这个叫红三冰啦 来 红三冰 三根长红棒 中间有可能是所谓的跳空也算 这叫红三冰 之前一直没有跟你公布啦 这种简讯的内容 老师说是会员的权益喔 我们把它写在后面 我们把这个 我们操作的写在后面 来 价差八块 第一次操作结束啦 老师希望你买30张 第一次操作结束了 我们可以准备做第二次啦 好 我们可以准备做第二次啦 所以说这会员的权益 有时候我们都是要去做出一个 保护的一个动作啦 那简讯没关系 我们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啦 这个省准挂架137嘛 这个获利了结 准备第二次操作 那跟我们现在跟各位讲的 来 我相信是一样的137 卖价减买价 准备第二次操作 省略这档股票的话 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 因为也刚才老师说过了 会员的权益 好 我们只公布第一次 我们后面就不会再公布了 但是光耀科你要注意喔 来 这档股票我们公布了第一次操作 目前为止全速获利出场 目前为止全速获利出场 这档股票 今天创新高的 来 今天创新高的 上一线的部分太长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全速第二次获利出场 很清楚嘛 来 代号6104的 来 这档股票要创伪 上一线还好啦 这跟黑黑棒太长了 今天全速的获利出场 操作这档股票 你要回归到11月26号 老师跟你讲的 我们跟会员验证的一个买点 投信作帐 来 投信作帐之前你要先切入 切入以后看到投信作帐 看到股价创新高 看到所谓的商机 我们公布了第一次的操作 获利入带 那今天要公布第二次喔 一样 这样股票 第二次操作结束了 是赚钱的 不是赔钱的啦 你是野老社会员 应该很清楚啦 这样股票是赚钱的 那后面的一个操作 我们就不方便在节目里面公开 那我们近期而言 从12月31号到今天1月4号 连续两天调节了八档股票 那当然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收 我们准备在对的点 我们要开始做出个布局了 大跌 大买 没有错 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股票会大涨 不是买一大堆 绝对不是 我相信我们操作的逻辑 都告诉投资朋友们非常简单 我们持股就是三档以内 你只要坚持 严老师跟你讲三档以内 我们来做出一个操作 那一定要做到一个看准的以后 再出手 那今天节目首播 有看到严老师节目的 那记得开盘巴法 前面10位打电话进来 一定拿得到 一定拿得到 只要你电话拨通了 跟我们助理做出个登机 那今天老师希望能够 以老师的专业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你今天认为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好 你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 严老师会帮你做这三个动作 泰洛流墙 持股集中 反败为胜 当然要先解决各位 股票的问题 那今天会开放 让各位来预约我们的标马股 我们的标马股 目前为止的话 也就一级会员 我们会准备三档股票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想说火力要开始集中 可能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进场 原则上面一级会员 不会超过三档股票 可能维持在两档 就是一档或是两档 我相信这样子对于投资朋友的操作 是比较有帮助的 如果说你今天打电话进来了 你拿到我们开盘八法了 你也愿意做到一个持股诊断 这个预约标马股的动作 我们没有限名额 我们没有限名额 新会员的部分的话 一定有新的投资组合 一个投资组合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由严老师亲自通知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麻烦你跟我们助理 来做出一个预约的动作 我们明天见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